让你们看没看过一部小李子主演的经典悬疑电影 叫做《禁闭岛》 片子里那座压抑窒息的监狱 当年是真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讲 但是好巧不巧 今天我在圣彼得堡居然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 彼得保罗要塞 好了 我现在就在那个兔子岛 岛上了 我看一下我们在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在那个位置 就是你进来这个 这个彼得保罗要塞 是1703年由彼得大帝在兔子岛上奠基的 就真的是一个岛被河岛包围的那种 进入药塞要花750卢布买张门票 在这里面的所有博物馆教堂可以一条龙耍通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 要塞的外围是一圈高大的城墙 人站在上面视野是不错 但是风推大 而且由于冬天的森比德堡天黑得特别早 四点天就完全黑了 所以下午那气温下降的也很厉害 哎呀 我的妈太冷了 太冷了 我已经找不到 就站到高处那个寒气吹 你这风吹不来 用大呼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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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包着 包着是吧 包 下包着 下包着 下冰包了 从城墙上下的有一个核心景点是一定要打卡的 就是这个彼得保罗大教堂 外观看起来其貌不扬一点也不酷炫 但是里面却是一片富丽堂皇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埋葬着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三世的俄国历代沙皇 我就是喜欢俄罗斯的室内 我天哪 看到这儿我知道兄弟们可能觉得没啥意思啊 我自己都觉得无聊 但是在穿过了聂瓦门来到岸边再回头看的时候 一股莫名的压迫感突然袭来 此刻如果说电影金币岛是个假的监狱 那么这个要塞我要告诉大家 它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座真正的监狱 曾经关押过托斯托耶夫斯基和高尔基 而这个聂瓦门就是当年犯人被压入岛内监狱的必经之门 怎么样兄弟们 这么看这个要塞是不是有点电影的意思了 反正我对它的印象就真的是灰色且毫无神器的 所以逛完赶紧撤吧 再见